在医疗及电子等领域出口需求和新订单增加的推动下 我国制造业活动连续13个月扩张 增长的速度也比前一个月快 全球多地加大力度遏制德尔塔病毒扩散 冠病检测试剂核订单7月份暴涨 本地工厂纷纷加速生产以迎合国际需求 我国7月份采购经理指数增加0.2 达51.0 是近三年来的最高 分析师认为随着国内外旅游逐步重启 在疫情期间受创的相关领域 例如航空航天和运输业需求预计也会渐渐恢复 电子业采购经理指数也是连续第12个月取得了增长达50.8 比6月份多出0.2 工厂银河半导体芯片供应短缺 使产品代办增长有所减缓 专家预计本地制造业活动接下来几个月将继续扩张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